大家好,我是岳路平,欢迎大家来到Steam Again留人返校日第一季的1.77 我们今天聊两个事 第一个主要是聊TikTok的命运 然后在川普他给TikTok的期限就是9月15号 就是明天 那么在TikTok的命运倒计时的一天的时候 就传来了一个 有的人觉得比较震惊 但是其实也不震惊 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分析过 甲骨文已经进入了 进入跟微软的竞争 竞争啊 这个我们说的竞争是大家愿意入戏的话 可能可以看到一些竞争的态势 那么今天就传来了甲骨文有可能击败微软 要跟这个TikTok去合作 但是这个合作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一个细节 我们待会会讲 所以今天主要讲这个事 TikTok的命运倒计时的一天里面呢 张一铭就抛弃了微软 投入了甲骨文的怀抱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到底是一个 这个故事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论 但是我的标题里面写了 这难道又是一个资本永不眠的故事吗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的 另外我们会穿插着讲一下这个 朱松 朱松存教授回国 朱松存教授这个事 也是有很多面向的 那么朱松存 大家都知道他是 UCLA 非常有名的人工智能的专家 甚至可以说 也可以说是李飞飞的导师吧 他不是直接的导师 是人生的导师 就李飞飞的之前的项目里面 受到了朱松存教授的很大的启发 朱松存教授是 他为大家所了解的 就是他是UCLA的顶级的人工智能专家 那么现在已经传出一条消息 在知乎上面已经讨论开了 叫他应该回到清华大学 大家对朱教授之前 还有一个比较 比较能够刷屏的一个新闻 就是他的女儿 如果没记错的 叫朱易 荣易的易 朱易非常杰出的一个 美国的花样滑冰的一个 一个算运动员吧 这张非常优秀 那么早前已经传出要回国了 对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他的父亲也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朱松存教授 你看这个朱松存 朱易 李飞飞 这几个关键词也串联起来 那么他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这个TikTok的这个故事也是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这个历史总是周而复始的轮回 那朱教授作为一个在美国的顶级的华裔的人工智能专家 那么他回到清华 非常容易让我们能够联想起 long long ago 前学生在美国的这个麦卡锡主义的这个气氛下面 就当时的美国就是有一种红色恐怖 但当时是 是是有 还有苏联老大哥嘛 对吧 那么前学生就是 在麦卡锡主义当中 被怀疑 跟共产党国家 关系密切 后来前学生 就回国了 回国了之后 我们的故事 他的故事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前学生对于中国的影响 那个是在多方面的 除了两单一新这些 而且前学生先生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哲学 哲学功底的一位科学家 我们都知道他 他曾经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应该翻译过维纳的控制论 他应该后来翻译成 维纳的那本书叫 人有人的用处嘛 非常经典的科学著作 维纳非常重要 是因为现在的整个人工智能 电子计算机 互联网已经越来越发达了 所以维纳 图灵啊 冯诺一曼都非常的 就就就就 比之前更加的重要 那么前学生 对于控制论是非常有研究的 他翻译过维纳的一本书 但他不叫控制论 他叫工程控制论 对 然后这个前学生 他把这个控制论的一线 一线想法 就是用在了整个社会系统工程当中的思考 他晚年写过很多的文章 大家也知道前学生是 对于气功这样的特异功能 也是 也是有自己的独特的观点呢 对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 我们我的 我想说的就是说 朱松存教授回国 他会让很多人 会想到这个 是不是一种叫新麦卡锡主义 就像川普现在一直在 抓间谍 驱逐留学生 驱逐学者 对吧 那么也有人反对了 说现在 其实 完全就不是一个麦卡锡主义的 一个一个语境 麦卡锡主义当时 针对的其实更多的是 美国国内的 共产党 就是他 他他他其实跟今天的中美关系 是非常不一样的 也所以说也有人反对 把现在的中美关系叫做新冷战 也是这个道理嘛 就是现在的中美关系和当年的 美国的美术关系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好 我们今天就 就是串烧了一下 这两个新闻 朱教授 回国 注意啊 这个很有趣 就朱教授回国 他是一个 虽然说他跟全学 全学生时代的玩法 的这个语境是非常不一样 但是他有一个是相似的 就是从美国回到中国 对 这个这个是 是类似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TikTok 他走的是另外一个 逆向的一个轨道 就是张一鸣 他有一个 全球化的一个雄心 他要从中国走到美国 对 我我其实之所以把今天 这两个新闻串起来 讲了就是这么一个 来来去去的这么一个 一个轮回 对吧 呃 大家想想看 当年 华人走向世界 最早是 去 做太平洋的 太平洋铁路的这个劳工 那就是一种奴隶 非常悲惨 那么后来有了优秀的 像千学生呢 到今天朱 松存教授这样的人 来到了美国 融入了美国的这个研究环境 但是张一鸣呢 他其实可以说是更进一步 就是源于中国的一家 拥有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的一家公司吧 你看这个这个 这两个话题是能串联起来的 朱松存教授是人工智能的大咖 那么张一鸣是在应用层面上面 这个TikTok 他是 他是拥有这个非常 非常先进的人工智能的算法 大家都知道吗 之所以虽然说我我基本就不玩抖音 但是我知道我能理解为什么年轻人 不光是年轻人了 我看现在很多大叔大妈都很喜欢刷 就在无聊的时候就在那刷 但是你刷的时候 你刷到的每个人刷到的那些小姐姐小哥哥 刷到的爱国主义的还是什么的 还是心灵鸡汤的 它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因为那个抖音 它有一种独特的算法 会不断的推送给 抖音根据人工智能的计算 认为你一定会喜欢的视频 那么这种这种运算 这种人工智能的算法 是TikTok的核心的武器 所以我们想想看 一个人工智能的UCLA的专家回国了 然后一个在应用端的人工智能 在应用层面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家公司 TikTok 它要继续在全球化的征程当中 要进入深水区 去啃硬骨头 这是一个相互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非常有趣 我觉得这个会 通过这两个 两个事情 大家会看得出 现在的这个时代 正在发生什么 大家正在可以了解 中美之间正在发生什么 以及跟我们每个人的自身情况 有什么关系 那么如果你想把子女送到美国留学 那么你看到这样的新闻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那么如果你已经是一位优秀的学者 或者是设计师 或者是艺术家 或者是优秀的人才 你接下来 是像朱松纯教授一样 从西方回到中国来 还是像张一鸣一样 继续的 这个 非常勇敢的 在往前推 走向这个深水区 去探讨一种 全新环境下面的一种 中美 关联 对吧 好 我们现在先来说一说 这个TikTok的命运 因为Tik 我们在之前就已经聊过了 这个甲骨文 为什么会 有可能会胜出 这个 这个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有两个故事吧 第一个就是甲骨文 很简单 甲骨文 跟川普关系好呀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大家有时候 看一些 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的时候 其实呢 它背后的原因 其实都不复杂 因为大家都知道 川普 他在硅谷 是不受欢迎的 我们讲过无数次了 此时此刻都还有 硅谷的52家高科技公司 在起诉川普 就因为川普的那个 H1B签证 对吧 就是那个工作签证 我们讲了无数次了 就是川普 他为了他的美国优先 想要把岗位留给美国人 就是要取消 大约52万的这个工作签证 那么这些签证 他得罪的恰好 就是这些高科技公司 因为雇用这些优秀的 拿到工作签证的工程师的 比如印度工程师 中国工程师 雇用这些人的 恰好就是硅谷的 这些大公司 亚马逊 苹果 谷歌 脸书 所以大家知道 因为川普是不需要讨好 这个硅谷的 他也讨好不了 这些人也不会投给他票 因为他传统都是投给民主党的票 这个硅谷 旧金山这帮 什么LGBTQ 对吧 这个高科技公司 都都喜欢民主党 但是呢 有一个例外 有两个例外吧 大家知道 皮特蒂尔 就是Facebook的这个 最早的投资人 皮特蒂尔 扎克伯格的 最早的投资人 是喜欢川普的 这很奇怪 另外的甲骨文 跟川普的关系也不错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 我刚才看到新闻说 TikTok在今天给微软 通知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交易 就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 微软他跟 比尔盖茨 不管是比尔盖茨 还是现任的CEO 他跟川普的关系 不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 我之前的节目 讲过这个 比尔盖茨是 中国的 新的 老朋友 之前的老朋友 是 基辛格 台湾翻译成 基辛吉 对吧 那么微软 我们知道 他跟川普 是对着干的 特别是在世卫组织 这个事情上面 川普说 我要退出 我要退群 我要退出世卫组织 我不喜欢谭德赛 因为谭德赛 跟中国走得太近 那么比尔盖茨 马上就说 你退出 微软 就会出 给 给世卫组织出钱 对吧 所以微软 说白了 公关 告杂了 或者说 他一直以来 他跟川普 就没有很好的关系 对 这个是 这个的 一个新闻 这个部分讲的 就是说 甲骨文 击败了 可以说 击败了微软 也不能叫击败了 这个 有川普 他们 无论是川普 张一鸣 甲骨文 还是微软 都在演戏嘛 就是表面一套 私底下还有一套 私底下有一套剧本 但表面呢 要给 要给公众一个交代 会有另外一套剧本 那至于这个甲骨文 到底是收购抖音呢 还是怎么着呢 那这个里面还很复杂 因为明天就到期了 这个川普的这个大棒 就要打下来了 如果你不达成交易 对吧 那现在呢 基本上认为 甲骨文不会去 全面收购TikTok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前段时间商务部 中国的商务部 已经出台了一个政策 就是说 基本上 它不是只针对抖音 但是很明显 是冲着抖音来的 这个政策 就是中国的人工智能 在内的很多的核心技术 出口是要受限的 那说白了 就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 你不是你张一鸣想卖 就能卖的 你作为一家 中国成长起来的公司 你的你的很多的核心算法 它就是中国的这个核心技术 那么你在商业当中 要出口的话 那我的这个商务部 中国政府 是要有决定权的 所以张一鸣是两头不讨好 对吧 川普那边在逼他 中国这边不让他卖 那么所以说 他会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技巧 有可能是这个TikTok 他的整个股权 要进行一个重构 就他他不一定用这个直接出售这个词汇 但是他要能达成他想要的交易 这个是一个层面 就就就他 就甲骨文和TikTok的合作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两个目标吧 第一个要把川普的目标达成 川普的目标就是说 你TikTok在美国运营 你必须保证数据安全 那么甲骨文进来 就要达成这个目标 至于我要实现你这个所谓的数据安全 我可以采取很多种办法 第一种是我把你全资收购 那么第二种 可能我在技术上跟你合作 确保美国政府放心 你的数据在甲骨文 作为一家美国公司 进入了这个TikTok的运营之后 那么他确保你的数据是安全的 对 但至于采取什么样的交易形式 这个可能还有得谈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 他要把中国这边的顾虑要 要解决 中国这边的顾虑就是说 你抖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人工智能的算法 那么这个技术 它是源于中国的 所以你不能用这个出售 在这么一个词汇或者这么一种形式 所以说张一鸣还是甲骨文 他必须满足川普和中国政府两方的需要 这个事儿才能搞定 至于他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还不知道 但至少现在知道微软出局了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这个事儿呢 TikTok他的这个 这笔交易 它分别要 涉及到很多个层面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 川普 这是一个首要的层面 因为川普处于他的这个短期选举的操作 但也有他长期的这么一个 所谓的美国优先的这么一个政策 无所不在的美国优先政策 那么他对TikTok下手 是继他对华为下手之后的一步大旗 这个大家都已经理解了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 刚才中国政府这个部分我们也讲了 因为你美国老说这个 中国公司窃取你的技术 那么这一次你想要强行的收购抖音 那抖音它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技术 所以你不要老觉得 你说中国偷美国的技术 但是你美国现在抢中国的技术 你通过这种行政命令的方式 来抢抢一家源于中国的这个 人工智能上面非常先进的 TikTok这样的公司 你是抢劫啊 你说我偷 但是你抢 所以中国这一方也非常重要 但是第三方大家注意 是投资者 因为TikTok这家公司 包括抖音 因为抖音我之前讲过嘛 它双边共同体 就是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用户 是无法下载TikTok 海外的这个用户是无法下载抖音的 那么它这家公司呢 它是一个典型的这种高科技公司 它要进入我们传说中的什么 A轮 B轮 D轮 C轮这种融资 那么在这融资的过程当中 张一鸣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投资人 话语权也非常重要 那TikTok的投资人是谁 他有红杉资本 有老虎基金 有泛太平洋的基金 那非常有趣的就是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你张一鸣的意志决定的 也不是甲骨文的意志决定的 在背后 就是我今天的这个标题 叫资本永不免 最终它有一个隐藏的剧本 就是资本的剧本 这个资本的剧本是一般人不理解的 也不关心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人 包括川普 也在消费这个华尔街这个话题 意思就是说多年以来 现在这个华尔街跟中国走得太近 但是 针对TikTok这个部分 它不一定是华尔街 在之前的节目我也讲过 你们如果去硅谷 要去一个静悄悄 它叫沙丘路 那个沙丘路看着 绝对没有华尔街那么繁华 因为整个硅谷本来就不繁华 它就像一个村子一样 它是非常的那种 世外桃源那种感觉 那沙丘路就被称为 西海岸 美国西海岸的硅谷 为什么 因为这个沙丘路上面那些投资人 专门就针对这些高科技公司投资 它跟华尔街的逻辑不一样 那么红杉资本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帮人 他们长期 跟中国的高科技公司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且 最有趣的就是 刚才我们不是说吗 硅谷大多数人是不喜欢川普的 但是那你一般 那是 是比较 入戏的观众 你不喜欢川普 但是资本 不一定不喜欢川普 这是据我了解的 就是 红杉资本和泛太平洋基金 跟川普的关系都不错 所以说 红杉资本 和这个 泛太平洋基金 那么他们到底跟川普 是怎么勾兑的 这个涉及到一个 一个游说的过程 就是我们说的资本永不免的故事 大家要知道一个道理 在美国 资本 或者大公司 然后去雇用一些税客 去游说 白宫游说国会 这个是合法的 在美国 他 他 跟我们在中国理解的 权力寻租 贪官污吏 这些东西不一样 逻辑不一样 就是说在美国 只要你的能力够大 你的钱够多 在华盛顿有很多的这个 咨询公司 游说公司 他们专门帮你 这些大公司 去公关川普 公关国会议员 只要你钱给够 但是有一个 有一个规定 就是你必须注册 你要注册为 你是这样的一个 游说公司 那么你就是合法 你如果不注册 你就犯法了 对吧 所以 所以这个是我想 说的第三点 就除了 就TikTok的这笔交易 除了满足 中国政府的需要 川普的需要 他还要满足 最重要是这些 资本永不免的 这个资本的大佬 他们是怎么算计的 那么这个事呢 他就 就模糊了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了 因为我们知道 什么叫全球化 资本是无国界的 资本是天生的全球化 哪里利润最高 资本就走向哪里 那么 爱国主义 美国优先 川普强 反移民 对吧 驱赶中国的这个学者 工程师 研究员 留学生 这个是 他就像唱戏一样 是老百姓 愿意去听的 这种爱国主义 美是爱国主义 对吧 但是资本 他不入戏的 资本 他是一个 一个嗜血的一个 一个狂魔 哪里有钱 他就往哪里钻 那么你 你这些爱国主义啊 你是美是爱国主义啊 你这些 你这些讲法 对他来说 都是没有效的 只要钱给够 他都能搞定 所以基本上 大家也知道 川普 他是一个 嘴巴说的 狠话说尽说绝 但是他的行动 是非常柔软的 这个部分 大家都已经理解了 这就是川普的 Art of Deal 交易的艺术 好 这是第三个因素啊 中国的因素 美国的因素 资本的因素 三个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 入戏的爱国主义 美式爱国主义 和中式爱国主义 这部分是要 绝对是要满足的 因为川普 他是要对选民交代的 那么你必须要 我不管你张一鸣 跟甲骨文怎么聊 你最后一定要让我川普 能够达成一个 对中国比较狠 对来自中国的TikTok 这个公司 绝对是 是毫不留情的 这么一个印象 那么我的那个 红脖子周 我的那些 基本票仓的 那个人民 才会投票给我 这场戏 你要配合川普也好 至于你在私底下 跟川普怎么聊 对 刚才我说这个 红杉资本 和泛太平洋资本 跟川普关系好 他还跟另外一个人 关系更好 是谁 是伊万卡的老公 库什纳 库什纳 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们呢 表面上我川普 要演这场戏 要打击抖音 要干掉抖音 干掉TikTok 但是私底下 你怎么来 你红杉资本 那个太平洋基金 你泛太平洋基金 你怎么跟库什纳谈 那你们去勾兑 勾兑 对吧 这个是表面一套 私底下 李子里面还有一套 所以库什纳这个人 不可小看 很多人说伊万卡 有可能会成为 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那不一定 很有可能是他的女婿 因为库什纳 是很角色 犹太人 这一次这个中东的一些局面 也就是库什纳这几年 辛苦经营的一个结果 但库什纳 他有这样的动力 因为他是犹太人 对吧 所以 对 这是第四个层面 就是你一定要 让美国人民 特别是 川普的选民 高兴 但是呢 在这个层次里面 你也得要让中国人民高兴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 前段时间 张一鸣说要起诉川普 起诉美国政府 这是张一鸣的一场戏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张一鸣 非常的 他的这种全球化的雄心呢 引起了在国内的很大的非议 争议 就是说 张一鸣 在这个事情出了之后 他一直想要切割他跟中国的关系 他在他的新闻稿 在他的内部心里面 一直强调的是 TikTok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 那你让中国的爱国青年们怎么想 简单说 就是你张一鸣 跪得太快了 你全部都是利益 你也没有想过 你的TikTok是谁养大的 是中国人民 中国市场养大的 中国年轻人养大的 你没有这些人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没有人工就没有智能 你没有这些 这个用户 贡献了那么多的数据 你怎么会有你的算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小粉红们就不干了 就你为什么不能 学任正非和孟晚舟呢 就要正面刚 所以张一鸣 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下面 不得不做出一些表演 就爱国主义的表演 对 张一鸣我相信他骨子里 他是一个全球主义者 我觉得基本上不用怀疑 但是呢 张一鸣也不会得罪 我们的中国的爱国青年 所以这个部分呢 一方面川普要让他的红脖子周的这个 这个美国的爱国主义 获得宣泄 那么张一鸣也不能得罪 这个中国的爱国青年 所以张一鸣他这个起诉川普 这场戏 是 是一场戏 好 综合了所有这些原因 大家就想 张一鸣不容易 对吧 那这笔交易呢 最终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一个意义 我们要持续的观察 因为在如此艰难的中美关系的情况下面 你说他叫新冷战 还是新温战 温暖的温 对吧 还是一个脱钩 还是说全球化2.0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 我觉得这个TikTok的命运 都是具有一个指标意义的 他会对我们非常有启发 张一鸣也在通过 进入这个深水区 去解决这些 啃这个硬骨头 也会为后来者 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参照 所以我还是 我个人是比较欣赏张一鸣的这么一种进取心的 要在这么一个艰难的一个全球化 反全球化浪潮 这么汹涌的这个时代 张一鸣他能够如何的解决这个TikTok的这个交易问题 我觉得会对于 不光是对于高新科技 不光是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各种出海 还有包括其他的行业 我觉得都会有非常多的启发 再加上TikTok 他本身就涵盖有我们一直都在说的 这个5G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前奏 这个这个对于我们去判断 未来十年甚至未来二十年 会发生什么 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启发 对 然后我来 最后我来发发感想啊 我觉得这个事我基本上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因为我此时此刻是在这个周山 在普陀山 在普陀山 代表的叫普陀山 是佛教的圣地 是著名的四大菩萨道场之一 观音道场 也是流量最大的一个道场 因为观音菩萨嘛 你说那个文书普贤和地藏菩萨 那流量是不会有观音那么大的 所以老百姓他更愿意来拜观音 而且大家也知道 这个普陀山 他的开山的这个僧人 他是一个日本僧人 叫慧恶 他是平安时代的最著名两个僧人之一 叫醉成 成亲的成 醉成的学生 那么另外一个 大家更肯定知道了 叫空海 对吧 平安时代 日本平安时代的两大僧人 那么这个慧恶 就是醉成的学生 慧恶 从五台山 请了一尊观音佛 然后想要带回日本 然后来到舟山的时候 据说传说 这个铁连绕舟 就是他的船旁边 有很多的铁连花不让走 那么就是说 这个就成了一个 不肯去观音 就观音不肯去日本 后来就有了一个 叫不肯去观音院 对 这个就是普陀山的一个 一个最早的故事 那么后来 到了康熙时代 出于地缘 政治的原因 跟荷兰的关系 两岸的关系 所以康熙加重了 这个普陀山 这个道场的重要性 那么今天 到了今天 又是另外一个语境 因为我们都知道 舟山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一个重要的起点 所以 这个地方 给了我什么样的启发呢 给我的启发 就是实际上 这个慧厄 他的师父 就是刚才说的 最成 就慧厄 他是把这个禅宗的 一些 把禅宗带到了日本 呃 主要是灵济宗吧 那他的老师 最成 是把天台宗带到了日本 今天 天台宗在中国已经衰落了 但在日本 还是比较 比较 就还活下来了 还活得不错 那么天台宗呢 就在 这附近的天台山 就普陀山旁边的天台山 他有个叫国庆寺 我想聊一聊这个天台宗 大家都知道这个天台宗 是唐代的这个柳中原 比较喜欢 天台宗 他是 大家都知道佛教啊 传入中国 他有三条路线 西藏 叫藏传佛教 南部 不一定是传向中国 就整个 像东传的时候 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还有南部座 那么这个汉传和藏传 一般是偏大乘 大乘佛教 简单说吧 如果大家不了解什么 就大乘小乘 就小乘就是度自己 就自己修行 大乘就是普度众生 就我修好了 还要修别人 那么 这个天台宗呢 就是汉传佛教里面 第一个的本土化 最成功的佛教 那么 当然我们知道 后来有禅宗 对吧 那他这个本土 他 这个本土 天台中的本土化 为什么成功呢 那就涉及到 传 传播佛教 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你直接 跟他讲大道理 给他看经书 但是老百姓 一般不认这一套 老百姓是对经书 可能不太感冒 那么你就要用一些 比较 比较 你要想一些技巧 让老百姓 比如说他想升官发财啊 他想找得贵子啊 这些 比较刚需属性的 因为我们的互联网公司说 他要解决的是刚需 比较接地气的 你要用这个来勾引 那个信众 进入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净土世界 对吧 那天台中 在这个部分 就解决得非常好 他认为 有一些人 我们要用这些 实用主义的 这种 这种比较刚需属性的方式 来跟受众去 去聊天 来把他们勾引进来 烧香拜佛 另外 有一些 慧根 根气比较 比较聪慧的 一些佛性比较强的 佛性信号比较强的 我们直接给他讲大道理 但后来 大家就知道 发展到禅宗的时候 禅宗是典型的 不讲大道理 所以说 在佛教的传播当中 就有了这个 把讲大道理 和解决刚需 这两个 结合得非常好的 这是天台中 柳宗元就特别欣赏 柳宗元就是说 因为柳宗元 那韩宇被发配到南方之后 韩宇是排佛的 大家都知道 对吧 韩宇就在骂柳宗元 说你是 不斥福徒 就说你不反对这个福徒 不反对佛教 我是不高兴的 那柳宗元就是 回怼 这个韩宇就说 佛教不能盲目排斥 佛教 他在某些程度上面 他跟 中国的儒家 他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这个我们不展开了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柳宗元有一个说法 很有趣 他就说 在南越这个地方 我就是南越人 广西 对吧 南越这个地方 说白了 在他们看来 就是蛮夷 你用 你用儒家的礼 礼仪 礼教 是 制不动的 制不住 这些阅人 南越这些蛮夷 他们听 他们 他们听不进去 你用刑法 又制不好 因为刑法 你可以杀他 你可以惩罚他 你可以关他 但是他心里面是不服的 但是唯有一个东西 就是在当时唐朝 刚刚兴盛了这个佛法 这个有效 这个这些蚂蚁 这些越人 他们是进入了内心世界的 对 这个就是柳宗元的一个实用主义 但柳宗元 他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 就是他 所以他大 非常的称赞 这个天台中的 叫中道 中间的中 你可以理解为 是一种佛教版本的中庸 走中道 那为什么我翻来覆去的 讲这些呢 我想来串回来 串回来这个抖音 和朱松存 教授的这件事 大家知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到现在 好几十年了 我们的习近平主席说 不能拿前面的三十几年 来否定后面的三十几年 不能拿后面的三十几年 否定前面的三十几年 不忘初心 对吧 那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前面三十几年 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的 所谓的后面的三十几年 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 这两个时期 它都有一些特征 前三十几年 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讲改革开放之后 它的正面和反面 都非常的突出 所谓的正面 就是发财 经济发展 全球化 对吧 这大家都能看得到 过上了好日子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坏处就在于贪官污吏 社会不平等 贪污腐败 道德败坏 所以要反腐 对不对 那你在 你在那个 前三十几年 你想腐也没法腐啊 但也有腐败的 对吧 但是他腐败的这个程度 和戏剧性和规模性 那是远远不如 这个后面三十几年 因为有钱了嘛 有利润 有权力寻租空间嘛 那这两代的领导人 就是前三十几年的领导人 后三十几年领导人 有一个特别 特别突出的特征是什么 前三十几年 主要是毛主席 毛主席是绝对是 会讲大道理 而且他一直在讲大道理的 包括他所谓的 一生当中的 最重要的两件事之一 文化大革命 虽然说已经被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讲大道理啊 你的脑子啊 在你的脑子里面 发动一个心灵当中 发动了一个革命 这就是讲大道理 那么相对而言 邓小平 不太讲大道理 我说相对而言 不是说不讲大道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不争论 不管黑猫白猫 抓的老鼠就是好猫 意思就是说 大家赶紧的发财